现在是8月下旬 这里是位于多伦多北部的 Kimsnature一个专业 苗圃 这里有很多 这里特色 就是很多华人 或者是亚洲人 东亚人喜爱的植物 比如说像这个国兰 中国兰 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现在是8月下旬 多伦多 北边的Kimsnature 虚惊一场 为什么虚惊 咱们开始介绍植物之前 说一下为什么虚惊 这是一家个人 一家子 软的运营的一个小花店 那个店主挺敏感的 因为不容易 在这做生意不容易 存活下来 你看那些大的苗圃花店 全都倒闭了 对吗 不容易 他看见我在这拍花 说不行 不能这么拍 别人要偷他这些 一些idea 看卖什么花 也跟着学 怎么办 这个生意不好做 你知道吗 我心一下就凉了 我来这儿的最重要的目的 是拍视频 其次是买花 今天要买两盆花 我心里一块石头 一下压了算了 我就觉得可能今天是最后一次来了 但是你知道吗 交流有多重要 沟通有多重要 这儿还有这么多好花 我看着眼馋 不能不拍 我厚脸皮 我这儿脸皮 我厚着脸皮 我说 我能拍吗 我再问一下 我再问一下 他们说 行 我认识你了 我认识你了 你拍吧 你拍吧 非常激动 因为在东东多地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家苗圃 真的是 我在这儿买过不少花 很多都是原价 真的是 喜欢 而且值得向朋友们推荐 其实有些朋友 也在以前 我拍这家视频的时候 他们跟我留言说 这些老板心态不好 然后那个很粗暴 其实不是 真的不是 不是你表面上看的 都很和蔼 他们是生计 这是他的饭碗 你想想 好吧 不说那么多了 如果不喜欢这儿的朋友 可能早就走了 喜欢这儿的朋友 跟我一起看 这儿的植物 花 真的好 今天要看的不少新的 而且我下手买了 先说这里兰花吧 大部分 应该是 基本上都是59块钱 在家睡 价格方面 可以吗 渐然渐质 这里 这里的果兰有个特点 他帮你上好盘了 而且待会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资料 他说这个养起来很简单 很简单 来看看 开花了 夏天开花不正常啊 但是开花也高兴 对吗 两个要点 第一 这算我泄密吗 算不算 算不算 第一 表面 这个水苔 底下是大颗粒的 大概有花生仁 那么大的颗粒的 智石啊 什么 就快状的 快状的植料 花生仁那么大 大小差不多 所以他的根部非常透气 透气极好 好极了 你看他都悬空的 透气好极了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浇水 浇水就是等他里头完全干了 再浇水 理想情况下 除了浇水以外 理想情况下 就空气潮湿 所以说你要是经常给他喷闷水啊 手嵌 喷水 喷水的时候 不要让水流到根部 根部要干了以后再浇水 当然对于他生长季节 应该是需求水比较多 那么他休眠季节就 或者是不长叶子季节 他就需求水相对较少 这也是常识来的吧 再来看他这发黄 有的发黄啊 是他的品种 你看叶衣 叫什么内景 那边黄的 还有的呢 发黄是什么 这里有阳光 你看上面搭的阴棚 是太阳晒的 太阳过强 他叶子也会发黄 这里品种挺多的哈 很多都是有名字的 你看这个细的是不是春蓝啊 都行 我觉得他这蓝花品种多 都养得这么好 怎么我说来说去 感觉像是老板给我什么好处一样 确实给我好处啊 给我机会啊 这家店说了没有 石榴 这个家店就是很多东方人 喜欢的植物 石榴开花了 多漂亮 我也有石榴 今年种的小苗 吃了种子 吃了大石榴 种子很容易发芽 但是长到开花 你看那底下树干 要好几年 等不及的朋友 买一盘 抱一盘 多少钱 49 而且这上面还介绍了养护的经验 我发现他这很多植物 我试过 我有经验 我知道的 都很准确 他上面写的非常的简洁 然后命中要害 换句话说 就是你在这买花 一个是要看他的照个照片 另外你在交钱的时候 那个小伙子很热情 问你养过吗 没养过 我教你怎么养 一些关键点 就是点到为止 真的是很准确 好 今天我觉得最激动人心的 我非要跟他聊天 非让他们同意我在这拍视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香花系列 香花 特别是桂花 特别是不同品种 以前 以前在多伦多地区看到的桂花都是单一品种 而且不是四季贵 就普通品种 这里有很多品种 今天看到不少品种 好香啊 真的站在这 开花并不是特别多 稀稀拉拉的 桂花养过桂花的人 你养过吗 养过桂花的人 觉得一闻的桂花香就想起 家乡 所有都是差不多一家伦的盆子吧 所有的都是49块钱 他有的盆子上会标89 前面有标着89 说我就问他了 这个怎么标89 他说不对 全都是49 记住了啊 有什么品种呢 用你自己来看好不好 我也不认识 这算不算金贵 而且他这命名啊 他不是按照中文的命名规则和方法 有的磕还挺大的 开花还是稀了 虽然不是一大坨一大坨花啊 还是挺多的 站在这可说 米兰 米兰我在 我好像冬天 去年入冬的时候 在这买的 也是这么大一盆 也是49块钱 还是同样价钱啊 米兰仔 米仔兰 看看 照个照片 这是他养护经验 非常的严谨 一概 开花呢吧 我们家那个 比这旺多了 长得比这旺多了 站在米兰区域 那边桂花就闻不到了 这么多花 米兰好像看上去 你看 一年能开好几波 他涨一波就开一波 我们家已经开第三波 第四波了 今年 很香 米兰香 仔细看看 闻闻花香 是不是又想起家乡啊 韩啸 我以前买过 在网上买过 韩啸 现在要死不活的 一小苗 忍心 我不想再等了 小苗还留着啊 我再买 再爆一盆 又爆了一盆 今天我就爆了这么一盆 韩啸 你看没有 贵点 比桂花和米兰都贵 便宜 更便宜的 枝子花 枝子花我们就不说了 这边 白兰花 这是不耐寒的玉兰花 白玉兰 好香啊 149 我养过 太大了 冬天要在室内过冬 不行 我们家实在太小了 这边还有特殊品种的日本枫树 没看见写什么名字啊 但是价格不菲 180 喜欢的朋友啊 可以看看 喜欢收集的朋友 你看 夏天是绿叶子 新枝出来就是红叶子 你知道这些为什么这么贵吗 这些日本枫树 比那高大的品种呢 有牌子品种更贵 我怀疑啊 他这是给那些喜欢做盆景的人 你想想要盆景做个盆景的日本枫树 合适吧 也是老庄来了 你看 你看底下 粗的 这就是他价格高的原因 真的把它当做一个盆景来养 这个价格一点都不高 你想一个盆景多少钱 还有更多的作为盆景的 你看都是老庄 这个以前都是地栽来的 你看看300块钱都没名字啊 没有品种名 就要的是这个老庄 这个老劲 看看这里还有 这是杜鹃花 20块钱 这倒挺便宜的 这也是做盆景来的 盆景的庄 你看 这是已经上了盆的 怎么样 上了盆就价格不一样了 59 沙漠玫瑰 大的是 大的是49 小的是29 我还没ready 我还没准备好 有机会再试 茉莉花 这可不是普通的茉莉花 是虎头茉莉 这写在哪 39 Grand Duke 别看这么秃 都很健康 这修剪 刚修给修剪过 而且它已经浮盆了 你和网上买的 订购的 都是需要再上盆 会有一定的风险 买这个现成的 就是这个优点 也来学习一下 也许下次 我就包一盆回家 好啦 Kim's Nature今天就说这么多 真的是 我觉得比我买的花更高兴的就是 他们认识我了 但愿下次来还认识我 别把我给忘了 真香啊 你对这些花有什么感觉啊 有什么感受啊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